你現在在聽的是神芒第一線 我試著播一條視頻給大家聽 不知道能不能播放 我當然希望能播放 希望大家可以聽到這條視頻裡面說什麼 我現在盡量試一試看能不能播放 這條視頻也是陳靜心分享的 這是一般平民的心色 稍後就會評論一下 一般平民究竟現在在香港發生什麼事 香港這個地方究竟現在在做什麼事 第一條視頻給大家看看 我不知道為什麼不能播放 我盡量試一下播放不播放 好像沒有聲音一樣 我不知道 現在我盡量看看究竟有沒有聲音 如果大家覺得... 你還記不記得當年那個撐警衫 我去香港那件衫 我就是放在這裏 我朋友圈還有記載 當時被黑暴走來搞,警察都知道 我們有沒有埋怨過 然後我們轉過去我朋友鴨苗街那邊再派 你記不記得你都拿過很多衣服的 全部都是出自這一檔報紙檔的 就是擺在現在你看到的鐵宅旁邊那裏 我們做了三十多年 我們做了三十多年 一直都相安無事 一個月抄我們一張告票 我們是心甘命底的 一千五元 現在你看六千元一張 天天測 那你怎麼做呢 是不是 你根本都趕盡殺著 那實際上是凸了一點點出來的 好了,現在我們連一點點都不凸了 算了,是吧 中國櫃都拆了 那他就盯你其他 別的東西 根本你都不讓人生存的 你看好像元朗新界的地方那樣 我哥開車的 我們自己都靠自己賺錢的 你抄到離譜的根本 我就問到 我離譜花園 兩點鐘都還抄 想去黑鎮而已 九龍灣那邊 所以你寫的東西全部是 我有看的 你的評論是很中肯的 你只是把實情說出來 但沒辦法 現在很多人都壞路的 明明是打著愛國 打著兩岸 沒有人打著甚麼都好 真正做事的人 想香港好的 有多少個 所以我見你 唉 說起這些我和你都一把火 我看看明天 我看看 你帶我過去找你聊天 我看看你有沒有興趣上北京 因為我31號 我去北京做些事 但又不通常在電話裡說 好像上面這樣叫我 忍忍忍忍忍忍 顧泰局 唉我都顧到我都暗沉 你看 四十幾歲搞到這些事 我都快到六十了 大哥 唉 都真是無言 唉有些事 好像你這樣 你只是把我實情 現在香港正式的實情 說出來 你想想 很多人都這樣 沒有辦法 總之 總之是 蒸的永遠被人封殺的 現在搞形式主義的那些 那些 喂 拿了錢 各樣的 我和我媽都給了 我來投給個獎 拿個我媽的牌 去林園 我媽都說漢狗 終於看到真實了一面 好了 香港沒得救了 香港 自從 走這個 我們叫形式主義 就已經是沒落了 死了 所以你噴那個 阿超是沒有噴過的 你看他講話好像死老爸 唉 想有人走到爛了 等等先 專門當勞民相財的東西 現在根本就是打壓低下臣 都不給別人 你說什麼 你有句說得很對 你搞什麼東西 就繆紛 你放鬆回 給這些人生存 好像大排檔那樣 過了十點 沒有那麼多人留的 喂 你就給他開回 放多一兩張桌 是嗎 這樣才有夜市氣氛的 不是你們製造出來的 是那區需要這樣 你現在區區都好像死成這樣 如果真正依法來依 依那個投資來擺桌 你當當都沒得擺 當當都沒得做 是嗎 房水吧 面積又不知佔多少 是嗎 實際上你能夠擺桌 三分一你都擺不到 怎麼做啊 租金人那麼貴 是嗎 又要交這樣費 交那樣費 哎呀 根本就要 政策搞到香港變死了 哎呀總之我們 你想想吧 我們這家人一個 揭錢 都這樣買爛售 可想而知 其他那些人怎麼生存 是嗎 我們都這樣 我們都沒有說 哎呀 曾經愛過過 哎呀 跟黑暴對抗過 是嗎 想怎樣 那你要抄牌 我就給你抄 是嗎 衣例抄 我們很舒服 但是現在過了龍 是嗎 以前都是一個月一張 給大家一個空間生存 現在都不是 食刺又這樣 報檔又是這樣 對邊衣都是這樣 趕盡殺絕 像你說的 放把掃把都有盡 但是有個重點 你沒有寫到 你真的沒有寫到 為何電訊公司到處擺街 他們又不犯法 那些不做左街 因為一句說話 我們曾經告過他們 一句說話 因為沒有錢銀交易 沒有現金交易 那些電訊公司 那些網站公司 你都見黃埔也好 哪裏都好 通街都是這樣擺的 那些又沒有事 我們交贈稅 你記住我們真的有交稅 有做數 有交稅 你反而趕盡殺絕 六千元怎麼做 對不對 你現在不是一個月一張 大哥 你喜歡 你連續兩天做一張 那些萬多元 一份報紙你賺多少錢 正式叫做圍著街坊 那些街坊 那些街坊全都是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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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著當餐吃 那樣 又有交店租 又有交牌照 什麼費都有交租 都這樣趕著 所以我都沒有辦法 做過年 真是不好意思 撿了他們 這幾個婆婆說失業了 你記住這幾個老街坊 那又失業了 是吧 沒有失業他們拿公門 好嗎 唉 真是說起這個政府 但我想不到 你都這樣被人追 追擊到這樣 人家扔給我 我都在那個群裡 我很少留意 喂 淨心被人廢 因為我之前跟他們說過這件事 即是說過 在理社那些大概 淨心被寫了 你之前跟我們說過 那幾個東西 怎麼被人誓 在那個群裡 叫我進去看 所以我剪圖給你看 好 那這件事當然是 有志及慶 那些人當然是有志 真的很慶 其實 這個阿哥 我不認識他 這條影片 就是陳靜心給我問了他 他就說OK 其實我很久沒有跟陳靜心聊過 因為 我也害怕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 最早被人追擊的就是我 因為呢 我先說一個事實給大家聽 為什麼我經常都要叫大家 幫忙 傳播直播節目的節錄 為什麼會這樣 Youtube不派片是一件事 但是為什麼會令到Youtube不派片呢 我先說一個真話給大家聽 其實現在大家看不到負評數 因為Youtube不會公佈出負評數 但是呢 每一次 是我的節目呢 的負評都是特別多的 真的 不是開玩笑的 這些數據全部都能反映到的 為什麼會這樣 當然是因為我講的東西 黑人憎恨 有人說 你不講討好的話 那我就會負評你 有些人當然還要造謠 又說我講的東西很極端 這些是造謠X來的 其實我是講事實 如果你在一個上層的社會 你很多東西看不到 為什麼我會知道這些東西 因為我不同的階層都有朋友 而且那些貓友 很多基本上 我覺得因為做了很久的節目 都當我是朋友 很多信息都會告訴我 他們自己私人的東西都會告訴我 在微信那裡 現在微信我放在這裡 有很多東西我為什麼可以 說出大家的心聲 都是因為大家告訴我 現在這個環境 是逆境來的 本來想著 國安法立了 香港真的有志及興 但是過去一年半 大家看到的東西都不是這樣 其實我最初都有責任的 我最初也叫大家多看一會 不要這麼負面 但是 其實 阿超哥上台第一天 其實已經有很多人跟我說 這次很嚴重 就是他做的事情 因為其實都看得到 他是聽一些政棍說的 很多事情都是 其實大家都知道一件事 就是那些政棍說的事情 如果真的在香港走 香港是扑硬街的 其實大家都知道 還有 大家看到一件事 的執法是過去一年半大家看到的 很不公道 有些人好像是有特權一樣 真的有些人好像是有特權一樣 Kid Jane 正說的事情也對 就是他親眼目睹 在中環麥當勞道 用警車載了兩個咖啡園 上去抄送貨車拍照 但是外出的富豪車就不抄 就撤退了 其實結果現在針對的 我就告訴大家 都是賺食一族 其實香港有人搞這些事情 有人搞什麼關注組 又有什麼送貨為拍關注組 又有那些 不是開玩笑的 真的有人做這些事情 還有些人說 那些店舖阻礙關注組 是啊 不是開玩笑的 所以為什麼政府會做到這麼嚴格 因為有人搞這些 其實老實說 有些店舖是不是很過分 阻礙的 是 我也承認一件事 有些店舖阻礙的是很離譜的 那些應該抄 但是別人突出10cm 你照樣抄別人 那就真的不太好 我的看法就是 其實這樣做 這樣做 新生說 以後龍門任搬 我不敢說 那 Wing Hong Lao就說 我好人懶做 我內地朋友來了十幾年 都搖頭 比內地更加緊 其實 香港沒有可能做些事情 比內地更緊 我經常都這麼說 你一國兩制 為什麼一國兩制 香港從來都是比較自由的一制 但是超過上場之後 其實很明顯大家看到 很多事情比內地更緊 真的 不是開玩笑 就算 我舉個例子 潑水節那件事 那個喪狗 我很討厭他 我要說 但是 沒有理由告他 搞到他要上法庭而已 是不是 你拘捕他就拘捕他 你也不一定要下賬告他 我的看法就是 結果你幫他成名 這個喪狗 就是 有些事情 你看看國內潑水節 那些警察 每個都是與民同樂的 那些記者 每個都是與民同樂 被人噴到 就笑笑口 現在香港不是這樣 香港有些人 可以告訴別人 自己是有特權的 你其他人收皮吧 這樣 剛剛提醒大家 陸在區區 是初一 初二 初三 不開的 那些人會不會 捉亂拋垃圾 我覺得現在會 譬如放在海湖收物 放在陸在區區的門口 可能都會被人罰錢 所以我建議大家都不要做 因為到時爭論也沒有意思 說真的 社會現在 當然 我也很坦白說 我觀察了很久 李家超上場之後 怨氣 一天比一天厲害 本來林太太做得好一點 不是開玩笑 林太太做得好很多 很多人都跟我說 本來 林太太做得好很多事情 根本沒有事 立了國安法 當然那時候也有些代價 是未付出的 我也承認 因為那時候還未通關 但是如果是一步一步地做 一早預備定 你安排好一些事情 開關的時候 努力推廣一下香港 跟以前一樣 不是天天在說國安 香港不會這麼蕭蕭的 這是很多人的評價 很多人不敢說 我告訴你 很多人不敢公開說 因為一公開說 就會說你支持黑暴 但是別人不是支持黑暴 別人是支持你立國安法 支持你處理黑暴 但是 現在你在搞的事情 就是把香港變成一個 近於內地的城市 香港是沒得做的 如果有錢人跟你說 沒所謂的 都一樣有得做 他當然有得做 你連牌照都不敢抄 原來是 根據Kid Jane井的說法 根據我們網友Kid Jane井的說法 我提醒大家一件事 現在多了很多CCTV 亂拋垃圾那些 真的不要做 或者棄枝垃圾那些 但是 這屆政府搞了很多事情 他製造的問題 是大於解決的問題 待會我就說一下 我們有些網友給了一些照片 我其實沒有 放下來的 不過我大概說一下 一些屋苑的業主立案發團 是因為要應對 這個垃圾經費 搞到幾個頭痕 剛才呢 當然我講了很少的事情 主要都是聽那個 哥哥 但是他是不是代表了 很多人的心聲 我告訴大家 是 尤其是做中小微企的人 嚴格來說 是個體戶 有商業登記 但不是開公司的人 剛才當然有人說 又要做老闆去打工 他們那些人 做了幾十年老闆 去打工哪有人請 我都說過現實 哪有人請 你自己想想 那些沒有人請 就算去夾送 也未必有人請 我都說過現實 阿嬤就說 比加超一天解決一個問題 順道製造問題 搞亂大家 其實他不是沒有解決問題 他要解決市容問題 他們是做得好的 這個我也承認 有些事情做得好 不過你做過了 沒錯市容是漂亮很多 不過整個變成死城 這些就叫做手術成功 但是病人死了 就是這樣 本來病徵就是 街上亂了一點 你要整個漂亮一點 本來病徵就是這樣 但是因為過度治理 過度治理 就搞到生意都死了 現實就是這樣 你去到盡了 你不知道執法的度在哪裏 你去到盡 所有事情都去到盡 那我就說過現實 你所有事情都去到盡 其實社會就沒辦法生存了 香港這種社會 是刨得正又沒目 其實不只是香港 國內也是這樣 刨得正又沒目 當然要顧市容 我老實說 市容 大家的安全是要顧 但是你去到盡 你會搞死那個地方的經濟 大家找不到食 你說不會亂的 為什麼會亂的 沒有人敢出來抗議 沒有人敢出來示威 因為現在有國安法之後 還有23條 沒有人敢出來做 但是我告訴大家 現在你 特區政府做這些事情 那個負面影響 不只是在香港 其實是負面影響內地 香港這種操作 我講過的現實 在香港管 香港管得緊 內地 最負面的影響 就是 實際上 現在越來越少人 就相信一國兩制 這件事 不是唱衰一國兩制 但是 這是現實 你現在做的事 負面影響 就不只是在香港看得到 我們這些在外國住的人 會接觸到 在大陸來的人 在香港過來的人 你說他們每個人都很負面 特別集中了一些很負面的人 我告訴你 其實也不是 有些 其實也知道 在內地一定要做信民 但是 他想不到一件事 這些 我也是聽別人說的 他想不到一件事 就是香港可以管得緊內地 他完全想不到 要有這一天 這些人是說得明白的 如果 香港是管得緊內地的話 你不可能 把錢放在香港 為什麼我會跟別人談 我當然會跟別人談 一些 即是投資 他們很簡單 他們覺得 你一個地方 完全收緊 你就 沒有灰色地帶可以操作 那就正好 沒有灰色地帶 這個世界不是這樣的 即是一個 金融城市 是零灰色地帶的話 是沒得操作的 我告訴你一個事實 你不要跟我說 什麼社會主義特色金融強國 這個是國內搞的 國內怎麼搞 說真的 特區政府不應該跟國內 這件事情 因為 給了定位 中央給了定位 要繼續保持八大中心的地位 這八大中心的地位 才是你要做到的事情 不是說你不搞國安 一定要說清楚 你搞國安的時候 也要顧著這八大中心的地位 這是中央的要求 你可以去看 兩方說 還記得初上場 卓永興稱MK後巷 尖尖自喜 上有好者必有 下必甚嚴 其實這個問題 就是他太早把這些事情說了做正直 其實現在你問一下 那些人 後巷的老鼠問題有沒有處理到 其實都是處理不到的 我說過的實情 是處理不到的 其實後巷好像漂亮了 乾淨了 但是鼠患問題 是沒有解決的 那些人在說 現在這屆政府強正麗智 做多了很多事情 市面很好 我告訴你 死城有什麼好呢 你喜歡住一個死城 你可以去住一個死城 我這個人很簡單 我就不會喜歡住一個死城 你現在把整件事 區區都搞到死城一樣 你還跟我說好 那你是特別的 是你自己特別 那天下第一爺 他就說 之前已經說過 現界在拆一個兩制的台 陰謀論 都不知道誰 禍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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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如果你說真的軟對抗 是不是現在把所有事情做到盡的人 是軟對抗 是不是這個暗勇 現在他們經常說國安暗勇 我認為 把香港這個地方搞亂的人 之前就是黃友 他們要去一個極端 就要很亂的一個極端 現在就搞到一個很緊的一個極端 其實兩個極端 對整個香港都是有問題的 根本香港是一個地方 你不可以向兩個極端走 現在有一個極端 就是對權貴基本上很討好 權貴做什麼都沒有事 那些權貴是 你要權貴做所有事情都有事 那我的看法也不行 那些權貴有少許特權 那些我覺得 有時候隻眼開隻眼閉 我也覺得無所謂 因為很多地方都是這樣的 但是你不可能 就是給權貴特權的時候 一般人 所有事情都拿正來做 這樣就不公道 你承法也有一個道 而且現在你跟我說 執法必然 一哥說 普通法不是這樣走 普通法的地區不是這樣走 新加坡就是 新加坡呢 我告訴大家 新加坡呢 是一個過程來的 最初的時候 當然很多事情都很嚴重 很多事情都很嚴重 但是很多事情 其實新加坡呢 在2000年之後 是慢慢鬆的 你自己去看看新加坡的社會是怎樣的 你不要跟我說 2000年前的新加坡 你現在在香港搞2000年前的新加坡 是自己玩死自己的 因為 2000年前的新加坡呢 是沒有香港那麼發達的 哈哈哈哈 大家都說過事實 Tekman超就說 現在遊行宣示一下都沒有 長期的壓抑都不知道什麼時候爆發 多L借給家超 會不會大爆發 我就跟大家說一件事 為什麼我說香港是收緊的內地 其實 大家有眼看的 真的 大家絕對是有眼看的 究竟 2022年的年底 國內發生了什麼事 香港發生了什麼事 你比較一下內地和香港的處理方法 你就會知道香港其實 這些都是有觀察內地和香港的人 告訴我 2022年年底的時候 香港是管得緊內地的 那麼 我講到這裡 休息一會兒 回來 我就講講另外一條視頻 都是跟陳靜心有關的 因為其實之前我也想找他 他放了一些視頻在我Facebook 那裡 我也覺得 嘩 有些事情很離譜 問了他可以分享 我才會分享 好了 休息一會兒 回來就講講另外一個話題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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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